這八年來擺盪時,尤其是最初六年時,心驚膽跳 擺盪時,市政會找出來抓我們 一來到時,要快點找,如果找不到時,見到那些貨物都不敢認自己的東西 如果你認餐,就要上課了,一發就發幾百元到一千元 68歲的陳太為了應付醫療開支和自力更新 八年來幾乎風雨不改,在深水埗午夜虛做小販 每日賺到幾十元,好生意時有每日二三百元 除了幫補收入改善生活,亦令陳太發揮到自己的能力 深水埗的天光虛和午夜虛,都是由小販和居民自發形成 而類似虛視,亦都有在其他各區陸續出現 為了令小販安心和合法地擺賣 深水埗見光虛關注組,早前向區議會和政府部門 申請利用區內一條較寬闊的行人路進行見光虛試驗計劃 過往我們的經驗,租借不同的康民署場地的時候 我們遇到不少困難 但最大的困難是甚麼呢? 最大的困難是他們不讓我們擺放的時候 我們不知自己因爲甚麼原因不讓他們擺放 今次有了區議會,找了民政事務處、食環處 促成多方的溝通之後 其實我們就真是比較知多少少 各個不同地區政府部門 對於刑辦虛視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底線,或者他們的要求是怎樣 清晰、具體很多 今次裏面,我們就真是雙向溝通 關注組以由下至上的方式 全同街坊一起尋找合適的虛視地點 又努力爭取區議員和虛視附近的居民同意 結果,建國安虛成功在8月舉行 由最初不少人提出環境、衛生等不同的憂慮 但透過適當的配合 最後,警方和食環處並沒有收到任何投訴 反而,關注組更收到過百來電讚揚 和想參與這個計劃 希望有機會成為當主 關注組期望各區區議會 遲開放態度看待虛視 和民間團體保持有效的雙向溝通 而政府應該確立正式的虛視申請程序 推動虛視在地區發展 對於是,關注組期望 請確定序推動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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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確定序推動虛